看看新闻网 中国原始人拍的虽然是原始人 但家庭才是影响的核心 由此记者已不难想到 两位主创如何在现实中处理家庭关系 梁家辉坦诚自己是一位看似开放 实责保守的古板老爸 我想比一个老爸都会这样子 外的虽然经常装得很开放 但是面对女儿面对家庭的时候 都会比较专重 比较保守 而且会定理很多关系这样 所以其实我也是一个家庭的老爸 而范校轩则表示 自己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女 虽然长大成人之后 家规不再那么森严 但该有的礼节绝不放松 我很乖 我家规严不严 我觉得也一半一半 该要有的礼节啊这些 然后孝顺啊等等 就是一些传统的观念 但是说会不会非常非常的严格 就看你的年纪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怂了 虽然另一位配音演员黄晓明 由于腿伤微欲而缺席发布会 但他也通过电话连线与现场互动 梁家辉适时发出了合作的邀约 希望两人能面对面合作一次 小明啊 我是嘉辉了 我是梁家辉了 希望你好好休息 希望能在片场尽快看到你的 小山的声音 希望你下一集有机会 跟你一见的正面合作 对 希望算是真的有一个 手机体演员 手指啊 或者手指 女的新年地 王一奇 从自徽北京报道 我和你一言 我做个东西